我還記得是親徵我 好像是三個L Light-long learning 這是真的 其實是一個process 不是這樣 是改善自己 或是一個steering 即是把自己的方向去調整 其實社會是更改善 很多人很喜歡用這個文字 Change Change其實也是一個很常用的字 但用得挺難的 以前的人喜歡用更改善 改進 但其實是不同的 即是我們以前說 我們要更改善 更改善 甚至要更改善 學習 但真正來說 為何嘗試這樣做 就是因為很多人 嘗試找一些新路 強調整 所以Change 就是為了改而改 但我覺得這不是很適合的 所以大家有時候 需要學習這次的課 上課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留意 我們有個課程 就叫做planning corporate image 其實planning是重要的 所以大家會知道 你們學習的東西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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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公司 自己的corporate image 然後就會有一個 direction 去到處理 所以所以 所以planning很多時候 是挺方向的 還有學習所說 很多時候會有關於 一些方法 以及一些貿易 大家都會知道 大闊一點的環境 所以其實今課我們都好 跟大家上課都是 我會看回我的對象 即是看回大家 你的程度去到哪 以及你是哪一班人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上課的時候 講得挺闊的層面 只用了較為border 一個lecturing的方法 但我當然是比較推薦 一些交易一點 尤其是今次我們也很幸運 我們這班的同學 其實有七個同學 咦 七個同學 沒錯 七個同學裡面 雖然大家都可以很close 以及可以交易一點 我們的lecturing 總共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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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 這位同學見過的 張文明那次 張文明那次 其實在整個課程裏 我覺得有一個最大的benefit 就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將所有的事情 大家 大家的程度 以及大家的進步 我可以保留在一個 很close的 的guidance上 給大家 所以不僅是大家學會 如何去計劃 其實就是 一個計劃 整個計劃 其實是有些 初期的 一套 計劃 結果大家是知道 如何去做 因為計劃 其實很難現在 去到 考慮 或者去 正確 你們的 正確 但是 但 當大家想了一個 行程 或者想了一個 proposal 一個 outline 一個 solid 的 solution 或者 大家都可以 審判到 是否可以 去做這個 的計劃 所以 計劃 大家不要以為 計劃 只是做了一個 一個簡單的 一個 proposal 而是想要有之前的東西 之後的東西 所以大家怎樣去覆蓋所有學習的東西 其實很多東西是挺有關的 很多東西大家認識的東西都是 還有在我印象裏面 我接觸的學生 或者甚至有些客人也好 他們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東西是有些 common sense 但問題是大家很難去到怎樣 真的好像有些人懂得吃 或者是appreciate吃飯是怎樣的 但要他進廚房 他就做不到 他就不會煮的 所以大家也希望 大家學習的食禮都 上我們這個課程 大家既然是on-job training也好 甚至你們是professional 那是最好的了 你就可以去到practice這項東西 而是很practical的 所以這些類型的learning 對大家只懂得theories 是兩回事 但我也知道大家 其實很多時候需要一些backup 需要一些theories 讓你知道你們是moving on the right direction 所以我想這件事 會花了半堂時間 我每次的lecture 我會分part 1、part 2 part 1我較為serious 和大家進行一些academic 或是theories 或是principles 或甚至一些templates 你們是可以真是follow的 但那些我希望大家知道 事情是不停地moving on 很多事情是很新的 日新樂意 所以大家不要接受一個很solid 即所謂一個很solid的步驟 然後就當正是一個分區 因為其實applicable是很不同的 當你們用不起來的時候 我希望在我們的part 2 我會看回每一個case 大家做了一些功課 假設我不是想勞員大家 但我覺得大家還是需要 去digest我們聊了一些東西 然後將它放進一些 solid的application 你用了上來 我就知道你們拿到多少東西 從課程 從那些地方我可以提供一些 因為你們從不同的standard 和不同的starting point 從那裡我希望可以提供 提供 即是在最終的日期 你們未必一定是同一個 一樣東西 去到某一個standard 或者期望 可能 但我都希望你們盡量 盡量 提供自己 提供自己 所以每一個case 我都會希望看 和大家和我的sharing 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很難提供所有事情 所有的scenario 所有不同的case 或者nature 但當大家不同的同學 帶出一些 topic 那樣東西又很興趣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nature 因為會有一件事是真的 大家同學會不明白 就是說 application 是說 是很specific的 但當一去到很specific的case 大家同學就要看回 你們對那樣東西有多大形式 你知道我通常和同學上課的時候 我是沒有迫你們一定要用某一個topic 就是我給的assignment 是比較方向性的 你們自己去選擇一些topic 因為其實你們已經是on job 有很多的experience 你可以拿到一些很solid的case 很solid的background 而不需要重新去做一件事 但你又可以聽到其他同學 去study那些case 就會給你一些reference 會broaden你的spectrum 但因為你們對某些東西的興趣 某些東西的knowledge 可以帶給你們很in-depth的understanding 那你也帶回來課室 那大家一起去share 去研究 我會用一件事 就是大家as我一些同事 因為我都會有少少的介紹 讓大家明白一下 我是甚麼情況 我希望和大家share 但真正來說 我也是這樣和那些client work together 所以你們好像是我的同事 或者在某些case 我們當是一些client 其實去做一些 take care of corporate image 的unit 就是一些單位 是from client from client side 去到我們的agency side 是兩個呢 是hand in hand的 不要expect agency 或者suppose 一間的so-called 一間brand management firm 或者一間brand agency 是可以taking care 所有的東西 而剛剛相反呢 它是會ride on 你用它的expertise 再加上它更闊一點的execution的techniques 然後就將你們 即將那些client的problem 或者是他所希望 obtain的objective 我們去做稿 所以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變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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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